電車兆丁在那裡 哇,你看看這就是電車兆丁 其實早在100年前,兆丁的太爺爺來到香港 每天他都沿著怒鬼在香港島上慢慢散步 來到今時今日,小丁依然每天出發 早上由6點開始,一直到午夜 但是小丁越來越不開心 小丁在想,為什麼我不是一輛的士呢? 每天可以上山下海,不用困在香港島上高 又或者,為什麼我不是一輛雙層巴士呢? 天氣熱的時候就可以吹冷氣出來,多涼快 甚至乎他會想,如果我是一輛火車就太好了 每天都可以去很遠很遠的地方,看片全世界的日落 但是,我現在知道一輛老爺電車追不到時代的步伐 慢慢地打著零,甚至乎連掉頭都要別人幫忙 我想不用很久,我就會被淘汰了 由於小丁經常又洩氣,又傷心,小丁終於病了 有一天,在香港島上的人等了很久,都不見小丁出現 在電車站上高,有個老爺爺在問 電車小丁去了哪裡?沒有了他,我怎麼送孫仔上學? 又有一個藝術家問,電車小丁去了哪裡? 我早就聽到他這個大名了,我想坐著他,慢慢參觀這個香港島上的名聲和風乾 我早就聽到他這個大名了,我想坐著他,慢慢參觀這個香港島上的名聲和風乾 另外,就連在馬路兩旁的大樹,他們都時時煞煞煞地問 電車小丁去了哪裡?他每天都唱歌,在我們身邊從來沒有噴過一些藍民的廢氣 他是我們的好朋友來的 由於到處都不見小丁的蹤影,很多人沿著老鬼走走走去找他 終於在盡頭的高牆後面找到小丁了 原來小丁在電車維修廠裡動都不動,好像睡著了一樣 隔著一幅高高的牆,怎樣可以叫醒小丁呢? 大家用了很多腦筋,想了很多辦法 有人吹喇叭,有人拿大聲公說話 有人用氣球綁著禮物飛進去 很多人寄信,甚至有人用打鼓希望可以叫醒小丁 到最後,他們把心裡的滑綁起氣球上高放到半空 裡面包括了說 很想念你啊,我們在門前等著你啊 你要好好休息啊,一起遊車河啦 這次小丁受到好多的愛啊 再一次充滿了能量啦 電車小丁再度出發啦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的Youtube影片,請你like,subscribe和share啦 如果你們想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的通知,記得按這個鈴鐺喔 我們就可以請客小丁再去營影 你的同意拍子可是不是沒用呢? 大小丁